好 下一个 老妈妈好好念经啊 嗯 哎呀 这个老妈妈 哎呀 好 讲吧 人记得 有种的 我母亲的经历学 自然受伤了你了 我那本应是 那些日子把教区里的都市区里 去 你弄得去吧 你会不会讲国语啊 1910年 农历区文 忽兰小中风 她是上海佛教学会里面下面一个图书馆的 对 然后呢 她呢 后来一个巨师跟我解释了 有的她的法 你这个就不要讲了 你就直接讲你妈妈什么病吧 她小中风以后 现在就吃东西回来 她说什么 小中风是吧 小中风 站不起来 手脚都会动 你看看她有没有 手脚会不会动啊 不能动的 脚也能动 手也能动 就站不起来 腰不好像没力了 几几年数什么呢 1922年 说狗的 22年是吧 说狗的是吧 嗯 嗯 嗯 现在没有生命危险 他虽然他这个人前世有修的 对 只不过今世造口业造的太多 嗯 他讲下背啊 讲小背 讲人家坏话太多 嗯 你听得懂吗 是这样 是这样 嗯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他呢 现在呢 我告诉你 偏瘫了 对 他已经偏瘫了 对 但是呢 告诉你 他的这个后面的腰椎啊 还没有完全瘫 嗯 所以他的真的要腰要直起来 腰还是直得起来的 嗯 他的脑神经呢 控制的手和脚 嗯 还有点用 但是呢 手能控制 但是脚不能控制 你听得懂吗 对 嗯 我先把他分析给你听 接下来台长帮你啊 说 你帮他要好好念小房子 像他这个要念啊 398章 398章 然后 然后 然后你要告诉他 我这个念是不是要1000多张 我把他念是不是 还要念 还要念 好吗 我告诉你 还有这个老妈妈身上有灵性 有灵性 有灵性 他有一个姐姐也不知道是妹妹 跟他关系非常好的 死 比他死得早的时候 他哭 痛哭 然后呢 这个姐姐就一直挂念他 这个姐姐也不知道妹妹在他身上 嗯 听得懂吗 他姐姐为什么妹妹 他姐姐 死了是不是啊 嗯 好了 看见吗 在他身上 嗯 明白吗 嗯 他现在能不能讲话 能不能讲话 啊 啊 老妈妈 你相信不相信卢台长啊 相信 你相信不相信观世音菩萨 你相信不相信自己身体会做好啊 会好啊 会好啊 你想不想自己站起来啊 你想不想观世音菩萨帮你站起来啊 相信啊 你想不想观世音菩萨帮你站起来啊 相信啊 好 台长现在给你加持一下 你站给大家看看好吗 好 好 你先扶他起来 你你边上那个人把他扶起来啊 把他扶起来 好 老妈妈 你们先扶着他啊 你们先扶着他啊 好吧 扶着他啊 好 大家看见了吗 啊 老妈妈不要紧张 不要紧张啊 我告诉你 好 好 再站一下 再站一下 好 看见了吗 大家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没人服的 谢谢观世音菩萨 好了 你看 叫他下去 他也不下去了 叫他下去吧 所以 我告诉你们 神奇一定会发生 你们好好地学佛修心 我告诉你老妈妈 你现在精神已经比 刚刚进来的时候好很多了 老妈妈 你相信不相信 观世音菩萨 会救你啊 相信 好 假话声音响点了吗 老妈妈 你相信不相信 台长能够救你 身体越来越好啊 相信 哎 老妈妈 老妈妈 你能不能自己多吃点东西啊 嗯 好不好 老妈妈 脚抬起来给大家看看 脚抬起来给大家看看 嗯 不要站起来 脚抬一抬啊 哈哈哈哈哈哈哈 大家想想看啊 我告诉你 你赶快让他吃单身片 然后给他小房子加量 你现在放生不够 你给他许个愿 你说我请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慈悲我 因为我非常孝顺 我不想让我的母亲 过早地离开我 请观世音菩萨慈悲我 让我多尽点孝心 观世音菩萨是很慈悲的 说不定他又能严寿 谢谢 我讲给你听 他的养寿还有 能讲吗 他看不见 你就别告诉他了 听得懂吗 哎呦他眼睛看我咯 好厉害的 哎呀我的妈呀 老妈妈卢台长 刚才说你很长寿的 好好念经好不好 讲得响一点好不好 好 好了 你给他多念点经好不好 放声啊 多给他放声 放上千条鱼 好不好 谢谢 我得再麻烦一下 你看看我父亲啊 故事的父亲啊 叫什么名字 周济方 周来的周 积年的积 奔放的方 周济方 什么时候死的 1991年农烈这个初三 1991年 农烈这个初三 嗯 1991年 周济方 不好 还在地府 还在地府 不是地狱啊 在地府 不是太好 听得懂吗 你好 要给他念多小房子啊 你啊 要给他念49张 好吗 好了 好 你看他现在头都 来的时候头跌下来的 你大家看见吗 头现在一直昂在那里了 看见了吗 你看 刚刚脖子都撑不起来的 好了 老妈妈啊 希望你好起来啊 好好听话念经 好下一个赶快